看一下有人 兄弟 这要走这要走 不知道会不会包在这 踩雷飞剑 不走吗 前面硬拼 only是拼掉了一个 但两位被夹击了 兄弟快绕快绕 你绕我我也绕你 黑屋也绕到了 有有榴莲各打一个 最后一个是NESA NESA现在就堵在眼里的 不是 现在就在这个elbow里面 被delby给打掉 他开始不坐门走 投放烟幕 投放烟幕 标记 打闪 有人背的 榴莲背了 OK 三臂 后面有个卖的 有个卖的 看一下 这搜点也太表面了吧 兄弟 还要他标吗 就当搜了吧 就当搜了吧 暴能器已不输 二楼位置确定 让开让开 让领导先杀 进去翻层 两步段来前点 但好白 又打了两个 左边还有一个人 再来补强 兄弟 你怎么是个这个东西 打闪 背 背到了 但是 他依然把对手给打掉 现在三个A 一个人都没了 P015 直接搜后点 18秒钟进行 安装宝能器 宝能器已部署 我们看一下 DLB你在干什么 他是慢摸摸进来了 对面不会知道的 因为两根半线都没掉 DLB是 这是贴地线 他是走上来的 他马上可以打两个 看一下他有没有这个想法 他已经准备敲退堂鼓了 第二个 在二楼 看到了 兄弟 谁想要这个人头 他先开竹锋 走了 凯雷飞剑 完了 上个 他不太懂这个位置 一般来说 站这个角落 站箱子上 DL之虎 强化新标开启 刚好直接加速 进入到点内 看到一个小头皮 咬到了 一个 第二个也被悠悠给打掉 而钻门过来的Zeno 除非队友死 不然他这个位置不出 装弹完夜火 直接 在这个位置放 这个位置 帮叮叮之虎就是等死啊 OK 这里有狙 机器翻层 翻走 发射巡游 再狙一枪 他的 这把明居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悠悠直接减枪了 那现在A.3人 直接阵亡 现在就是45秒的保枪时间 这应该是让榴莲或者 The Doctor吃 慢摸 批林之虎 半线 两根 OK 知道里面有人了 拉过来 Dialby 先直接撞掉了 UCC 封锁视野 榴莲死了 这样没人可以回去 来 让我看看你们都藏哪了 Dialby 连创一个 创了一个 但是自己死了 召唤追隶之灵 打过来 Shark也没有刚住 Yoyo 血量太低了 P灵之虎来了 刚好咬到 正面咬到 奥里这位置有点危险 直接被抓了 丢了一个彩裂飞剑来抓的 球龙启动 找到了A.3人 这个时候Shark要换位置 因为他要面对领域 对 他怕对面这个 他怕对面这个前击光束 他未解找退了 但是 吃可惜自己 出了点问题 对面有价 时期这个几率 还是可以的 召唤追隶之灵 知道人都在正面 有有 先打掉一个UCC 兄弟们可以保狙了 狙在哪 OK 捡了狙要走 Dialby想追 出烟了 看到一个人 没有人在断后 坐船送门 吸引一下声音 现在是二楼 二楼架出声点 这位置要大 大拉 Dialby 加住 Zeno 也被收掉 这需要吗 现在整个 整个KBG人 化作惊弓之鸟 两个 一个是调后了站位 一个是直接回防了 而在近点 Zeno这个位置很关键 他能不能找到对手呢 坐船送门了 来了 Zeno 在烟内 先打掉一个 回头一波反船 他把枪给捡起来了 再打一个Zeno 回头再给一个燃烧榴弹 自己直接去保住后点了 当心手雷 二楼有人 流量打掉UCC 直接可以过来下包 可以下一个安全包 悠悠在这支架 天火降临 Dialby得死了 对面焦大杀他 还是很有诚意的 12颗 在打闪 但他这个闪 没有闪到里面 跳一下 两个人的位置 好像互相确定了 确实一个人的位置 但是马上有可能会 把他关杯打背身的 对后是悠悠 因为位置没确定 两边都来人 这回合KBG打得非常好 机器翻腾 找浴室 给燕 爬过来受死 哦 Zeno 但这不是Zeno打掉的 这个是Neta打掉的 双方一波对混 悠悠 想要从魁夫中间混出去 Yes Doctor 他好像没有被这个花质群 又给发现 发现了 发现了 两边都有回头 再击一包 假击 一波猛混 榴莲要被昏死了 再低针要死了 OK Yoyo 出现的一瞬间 被Neta给打掉 要怎么办 好像只能转点了 真下吗 真下是不可能的 Doctor 小摸 找到一个 先找到Neta 再下 榴莲要死了 OK 下完包再死 我方还剩一人 最后只剩 O'Nin一个人了 一打三 他其实现在得出去摸一个人 不然三打 一打三是很难打的 他有两个蛇吻 他怎么操作这局呢 装灾完 烟火找人 把整个魁夫搜干净 一包 既然回复外面 就是大部分 我这里搜了一圈 没人 那包车后这个位置 O'Nin应该就被锁定了 独木消散 先给一个蛇吻 看一下O'Nin的单摩 换引魅力时刻 打雷枪头 还有十滴血 再给蛇吻 再给蛇吻 刚好找到了 你看这半剑 牛逼 12个这半剑很有说法 在双方打成了一个一换一 爆能器可以安装 O'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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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林 万末二楼 平行之虎搜 B1没搜到的话 B1如果一个人没找到 他会找一个人回A的 现在找到Zeno挑看的位置 我跟你说 这里千万不能挑 你挑下来会有减速 他直接搭这里加这里 搭这一块 石器是绝对下不来的 直接往后撤 这也不好 这也不好进 外面也不好进 找到一个Elbo的人 天火降临 走走走 怎么留个安全区 榴莲没死 找到一个点后的 在那位置被锁定了 一标标头 Snail太急了 Snail太急了 这个位置不应该这么出的 烧克位置被确定 打闪 两个人一起保Elbo 待会儿就是你第一包 然后两个人吃双拉 看一下Snail太急了 他决定单摸一边 他单摸Elbo 这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 但是他没打过而已 UCT站的后点 这个位置是很难被针对到的 盖烟 抽一枪 没有抽中 找到人了 现在知道人 大概都在二楼附近 看一下悠悠 他选择轰哪里 还是觉得缩阳入腹 攻出生点 没问题 暴动器已经安装完毕 打闪 再给个花质巡游 悠悠这个位置被锁定了 他在三枪附近 UCC打了悠悠 这个后面有技巧性投掷的吧 两个蛇吻 有大 按理来说应该是输不了的 只要戴LB这个位置拖点时间就行 好开丢了 接下来是燃烧榴弹 然后再就是天机光束 然后再就是蛇吻 我方还剩一人 天火降临 带不掉了 打了一个A外闪 现在听到二楼有P零之虎了 兄弟们撤 撤LB 对 闪力飞剑 进几番层 两段进点 先交了一段 OK 没问题 再打闪 再回头新B长 这一套有点厉害 KB姐她是做两个套打的 第一套天战点内 把B长和LB隔开 第二套是这个包两边都可以看 再和这个B长的队友会合 这一套厉害 被彩烈飞剑给逼了一下 现在在点内被ONI先打掉 这是个两边都能看到包 LB新过来了 再猛穿 回头反进的效率 时期太高了 高高高高高 二楼还有一个Flawless 从LB轻过来 独木因为已经封在了A小 所以她不能再打这一套 给里面一把树一把亥灵 而且凋避回来了 眼睛封过来了 彩烈飞剑 躲得很死 还先打一个 看一下 这里ONI 绕了一圈 我方还剩一人 我牛逼 掉币支援过来 千里送尸 千里飞尸 反而是点那两个接完了 毗铃之虎知道A外有人了 预期现在是ONI在走的 打斩 你直接撤了出来 毗铃之虎搜点后 双烟错时间 你不好下包吧 这位置下包要出问题的 方便打一个 OK NESA还一滴血没死 NESA就一滴血没死 牛逼 先从右边 有一个人是撤不出去的 有一个人要么在凹槽 要么就是在这个浴室外 打斩 NESA反击 被闪很快 一个贴脸的鸟给他躲掉了 马上就是彩雷飞剑了 UCC丢彩雷飞剑 确认位置 就是在鞋波附近 就是在这个箱子附近 UCC打一个 毕竟把背鱼给去掉了 B长B小都守住了 而且现在B大还顶出来了 看一下 Dialby 刚好看到一个侧身 他要发大财 他要发大财 我觉得起码打三个吧 一个 两个 对面不回头了 那这位置 尬住了 打两个 那还行 要下包 等人 先打个闪 要转了 真转 给你强化棒 直接硬走 他们要搜B长的 他们要搜B长 B长 NESA去搜 左边 两个人一起去搜 OK 搜点细节很多 Doktor 打一个 现在人被夹在这儿了 还没有打到第二个 但是他知道了第二个人的位置 诈局 有人招榴弹 OK 牛批 三打二 让斯凯拆 还有彩雷配件 先拆一半再说 一名敌人 这个慢线没人打啊 哦 还好 打得比较快 推黑 来点内 在那 给蛇吻 搜了一下没人 OK 直接安装暴动器了 但是这个枪线展不开 KBG这个枪线 很难展开啊 推黑 仗云一封 死点怎么搜 打闪 左边有人 但是贼总是直接收下留悠悠 一波猛穿 猛换 再换到了一个 二打二 再穿一个 OK 确定这个人的位置了 玉碎贼直接被一枪拆掉 他近了点 但是 他的枪线没有展开 近了点 一般来说 你下这个暴动器 你中路得绕一个 你要不中路绕一个 直接给烟 把B通封住 我少了一个眼线 现在只有一个上头了 确认了一个人的位置 霓灵之谷出去找人 一找三个兄弟 帮一下 什么意思 榴莲 逮到一个 一波猛穿 五分之三 幽默 打掉的这把枪 是给到了戴奥币的手里 对内地位 一目了然 好准的榴莲 正义再点一个 把UCC也给点掉了 而且悠悠 短炮贴到了一个 进点位 有赛夫修龙的掩护 那这样的话 被B点 有点拒之门外的味道 关键少雷兹 谁进点呢 硬冲这个点 直接短炮再喷一个 高点位这里在找戴奥币 戴奥币手里 也是把2900的长枪 过来了 直接翻过来 两喷子 打掉了半血的位置 让我费周里也来了 他就是 其实防守方 现在思路也很明确 就是我把B通给你淹上 对吧 然后我就直驾 这个位队完事了 Oni也来了 Oni是完成两个击杀 但Shark补枪补到了 这把枪应该是 可以捡走的 中路 Shark再点一个 你有榴莲 我有Shark 我觉得 The Doctor这一分 其实压出来的 意义其实不是很大 反倒是把明居 拽到中路来讲 A点有点失手了 对 追列这里找一下位置 而NESA这个点位 有可能会被找到 肯定会被找到 对找到了 有明居甩一枪 没有能够甩到 NESA直接往后撤 而且Snail好像 刚才在过点 已经被抽残了 前面封锁 直接给 但是0是一个 绕后的位置 DLB的位置很关键 他应该能听到 非常多的信息 而正面的话 这个箱子上 好像站不住的 拉过来 DLB先打一人 那这样的话 要看正面队友 做一些动静了 站住监控给过来 他知道这个厅里面 肯定是有人的 再带到一个DLB 直接三杀到手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市场的位置进不去 那这边180度的枪线 看一下The Doctor 过来也想枪了 队友的话 从烟里面 想拉出来 打侧身 但是有人在架 不过The Doctor 接了两个人 两人是做了一波互换 直接笼罩 叶琳是笼罩到了 但是有半线 有赛博囚龙过来 一时间的话 DLB还活着 他的半线 已经被对方清理掉了 对枪OK 下个队影 好枪 那现在对KPG来说 是有非常大的优势 看一下这波回防 悠有是一把G 他收点很多 而且Snail就在进点位 进点位在直接 哇打墙上了 他这挪了一下 挪到了掩体之后啊 那看一下这个2打2的残局 而且小车是轻了一下 A通的一个进一点 已经开始拆暴动器了 拆一半了 明确直驾又是一枪 G掉了 最后看一下一打一 Oni是直接抬枪 把SHAK给带走了 这什么情况 这KPG感觉这个 Oni这个魁蛇的防守 面积还是很大的 币打可以守 中路也可以守 给技能 现在就是蛇吻拖 然后中间门一关 明确再做一个直驾过点 其实进攻方想打B点 还是很难 起码这个独目 和两个蛇吻的时间 你要拖过去 我关键是Zeno 已经把两个烟交过了 就强行进啊 但又又玩烟火的 玩烟火脚下就有人 能看到吗 OK开枪就知道 换掉了换掉了就还行 但你没烟了呀 大朋友 但又C和烟 这里要硬进吗 没有人在绕啊 这个口子里面硬进 硬进不太好吧 而且 Oni这边的毒素应该 回的差不多了 关键你还没有先锋位啊 就你没有一个可以打 藏烟闪的人 还有回蛇的一些技能 这感觉真进不来 而且你要索的点还很多 这个侧身 Oni 直接抓你一个 Oni这个位置感觉有点无敌 打了两个人了 已经看下从烟里面出来 这个就是问题 这第一波感觉对KBG来说 明确的话又是A前点位的指甲 这个过点 看一下一枪直接带走 这个扩大防守面积啊 这A点威胁已经没有了 威胁解除 看一下有在指甲的小身位 哎 没有控制好自己的身位 这个近大远小 怎么把自己卡到这个位置 哎呦 这台名 夏克不讲道理 但是Doctor来了 直接把Zeno和夏克都打掉 嗯 最后只剩Snail 要面对一个一打四出 大身位一拉 但是自己的位置也被暴露了 这个位置 他想找一个明军 有点难 有点难 而防守方的话 已经是四面包夹之势过来 一枪撕掉明军 就在这Doctor直接是欢迎 这个确实 手感是差离 又来了 哎呀 这NESA感觉好像被拘了两次 真的好难受啊 就他摸哪 这明军去哪 解决不掉啊 哎 过来找 哦 踩半线了 直接穿了三个人 我的天呐 这一个踩半线死沙 是吧 呃 谁踩的半线 暴能器到手 嗯 夏克这边的话 是把暴能器剪了下来 手里是有一个拳运封锁 但这个拳运封锁 应该是不交了 哎 哎呦 听着这个空气 伪流的声音就像 那目前两个半线拉过来之后 看一下这个半线 对大调 哎呦 跟手上方感觉有点相像啊 但是看一下 小币的位置还有 还有赛博球龙来掩护自己的位置 这还能给他换一个 他被照到的情况下还换了一个呀 那这样的话 看一下是由 呃 雷兹啊 UCC把这个暴能器放了下去 前面封锁再一波 嗯 过来硬啃这一分 而防守方这里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中击技能可以作为counter的 等等 他这个全面封锁是不是可以被穿的 来了过来 但是人数上防守方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最后一个惊慌队员是在BAA通的位置 Cell主动拉出来 找到一个两手一摊的朋友 束缚了两个人的 O你过来了 补上的补上吗 没补上 一打一的残局 有机会 有机会 鬼眼先给出来 91的状态感觉是够的 过来招出来 看一下这波大拉的doctor 我的天呐 这个帮助器的位置一放 他又变成了一个防守的局 对啊 他往这个大道一架 其实人很难过来 而且现在 哦哎呀 玩一会来了 玩一会要炸能炸到吗 哎 没炸到 他炸了一个对面 有可能要往前顶的提前量 但明居过来 还想甩吗 要找人位置 这波球龙稍微掩护一下 人往后撤 哎 这小说还在追 呃 又是来到了 the doctor的位置 过来给烟 但是摸进了一个 12个 但是看到了 被看成个小女帽子 哦 OK 反手 反手还是秒掉了doctor 就你打我后脑勺 很漂亮的一波 看一下这波 明居再是狙一个 手里还有一个经济翻腾 过来 这镜没打开 OK那最后陈欧尼 这一分对KBG来说很有机会 把握住 但是有侧身 可以打这边 哦 掩体之后 掩体之后 好好好 哎 回旋轿看到了 好跳 逼个 那位置名牌了呀 换个位置 来到两人都在高点位 而且有人在绕市场 那这样的话 恩利现在是有 舍稳 可以去找一下 B下对方的位置 但这个暴动器 其实真的已经很难拆了 看一下 一打三 上下都有人 嗯 左边没有 OK 脑袋上 OK 还好 往下看了一眼 哎 下 对面不下个这个点 看一下下可能接几个 状态最好的就是他了 单向也有了能接两个 OK 哦 好代价好代价 失误说实话 但问题不大 但是有人摸进来了 这里 DLB已经是摸到了 側翼的位置 但是NESA的话 也是有所反馈 OK 在另外一边 Snery是打掉榴莲 DLB 明牌的情况下 我感觉他不太好 找机会了 对面应该会提防他的 另外一位兄弟也在绕 现在需要DLB狗住 不要动 那看队友 能不能有所斩活 这边有一个背身 可以偷 哈哈 Reno 直接过来找到他的位置了 嗯 而且这个独目起来 也是给到对方一些预警 哦 DLB先打一个 一打 一打五 一打五变一打四 对 舞台很大 DLB 舞台很大 压力还好吧 10比2领先还行 这timing 哇 再次 往下落了 还是抓到了 把Snery给打掉了 暗眼 直接推过来 DLB这边非常的警觉 这过点还是有人的 哦 DLB 等等等等 这个就不好说了 无妙 这就不好说了 但是对方已经开始双架了 而且好像有人在台子上 那这样的话有点 不讲武德了 说实话 这个确实 确实 高低枪线加180度 怎么说 歼灭战吗 哈哈哈 有一个想要就是RB的想法 哦 他找对方手感最差的这位朋友 NESA的话现在有苦说不出啊 近年为对方给了非常多技能 他只能退回去 哦 这混了一枪 NESA能不能争个气 直接打他两个 但是有大枪 兄弟提着刀回来防御了 又是在打一个Sharc 这边点转三人 四发子弹还要出吗 鬼眼直接扔出来了 另外一边 Sharc也是收掉DLB 一打四的残局是给到了ONI 看一下 ONI 哦 这个测试已经被找了 哦 他标配还 OK 打了两枪 但是最后 又是找NESA 引不出损直接给了 手很扑出来 但不管 就硬往里面躺 过点位还是吃了非常多的伤害 而且这边 哦 Sharc倒了 已经 嗯 看一下 高能器可以先安置一下 我们的反控中路 过点位已经是看到对手的信息了 P-Linz我先过来去找 找位置 哎 没看到左边这个人 但是 是NESA 应该不会主动去轻到对方出生点附近的位置吧 哎 给过来 一波技能的combo链 哦 NESA又被打掉了 但NESA帮忙帮队友探了一个信息 打打 哎呀 但DOTA这边是收掉snale 那最后只剩Zeno了 一打二的残局 哦 你在等 呃 但是屁股后面没人帮忙看哦 被偷了 嗯 过来假的 压力给 他在露脚步 他在露脚步 这个扫 没有扫到朋友 5发2发1发没子弹了 没子弹了 这个被强拆掉了 好像 要强拆掉了 我就 Zeno的残局 成功拿下 兄弟 我觉得打得太保守了 有一点 过来 打手过来 找找了 哎呦 闪是好闪过来 哇 哎呀 没同时去 什么情况 这波 Zeno这边 特意找到一个机会 晚夜火过来了 感觉有点跑不掉 晚夜火炸 没能够炸到 对面是两段剑影走 但是走到了DOTA的枪上 武枪到了 而且枪械进行了一波升级 突然之间防守帮 情况急转直下 SHAK过来了 又 又又 而且中路的话 灵也在反绕 一打四的残局 NESA打点手感出来吧 NESA目前还没有开张啊 NESA 能不能站出来 NESA 有没有一个 看一下 他们有没有说法 位置被确定了 马上就被绕 先给手稳 立马就死 NESA 来到中路两边 看一下 想做提速来到红专区的位置 但是已经漏了一个身位 晚夜火能驾到吗 过来一炸 但是没有太好的效果 伤害都没驾出来 是的 这边贴了一个进点拼击 我看到了一个判官的位置 NESA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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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re the champion My friend 左右开弓 大家两人明居也想枪 那这样的话 仅剩一个Zeno的情况下 一打三的残局 手里传过来了还行 有双发Zeno 一打一打一 是的 对象 WOW WOW 完全不给机会 那这样的话 让我们恭喜17 还是2比0 干净利落的拿下这场 我们是 M